對總統賴清德充滿敬佩 共和黨籍的前美國駐聯合大使海力 首次訪台展現滿滿挺台決心 更痛批陸方曲解聯合國2758號決議 海力呼籲美台應該要向聯合國 針對2758號決議開停證會 但對自己的前老闆川普說 要向台灣收保護費 兩人態度不同調 不認為台灣要付保護費給美國 海力提出實質作為 就是提升雙方軍事合作關係 我認為美國 必須要向台灣軍隊的訓練 向國際傳遞戰略地位和價值所在 海力此行發言 也為台灣注入一劑搶行爭 TVBS新聞 李宗澤 台北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S新聞 李宗盛